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陆孝生等 个个都小勇善战 李自成的军队最初也被打逼很惨 可是 崇祯却放了穷口墨追的思想 给了李自成喘息的机会 重点就在1638年 当时李自成的军队基本被剿面 可是这时清军第四次入关 当时 大臣要自昌提出吕清一和 然后集中权力剿面李自成 可是崇祯犹犹豫豫豫 再加上有大臣和将领反对 最后调孙传廷 洪承丑等人 住家辽东防范清军 李自成在山中得一喘息 在这时候 李自成开始崇祯旗鼓 明朝就再也没有剿灭他的机会了 在反观清朝 从太平监国金钱起义开始 贤风皇帝乃至后来的慈禧 都是一个念头 那就是脚 并且不惜一切代价的脚 哪怕因法联军攻破了京城 叫灭太平监国的战略也没动摇 曾国藩也是很给力 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帮打敌火热 他率领的乡军愣是不发兵勤王 依然坚持与太平监国作战 愣是不给洪秀全喘息的机会 站在当时的时代 明朝和清朝同样都是有外患 但是态度绝不一样 明朝是采用两线作战 并且精卫兵力都放在对付外患上 而清朝则完全不一样 只要是外患 就敢迎头降一和 只要是内乱 就不惜一切代价剿念 其实我们看看 乡军与太平军作战的那些战役 哪怕不是非常惨烈 可是这种惨烈 却从来没有用在外患上 你可能说与印拔连军的巴里桥之战也很惨烈啊 那我告诉你 巴里桥之战的清朝骑兵已经不行了 那时最精锐的不是巴骑军 而是乡军 可惜 在对抗侵略者上 清朝最精锐的军队 却从来没有硬碰硬的与侵略者干一仗 而在对抗内乱时 清朝军队却比谁都有精神 比如在与太平坚国交战时 清军采用不挖坑道 挖声歌 投袭 夜战等各种招数 可是面对英宝连军却只知道 骑着马到白天往前冲 你倒是用连银招损招啊 可惜 没见到清军使用 不见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